为大家分享一个酥脆葱花饼的做法 这个饼不但外皮酥脆 里面还层次分明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操作 准备一个小盆 倒入精致小麦面粉100克 然后边倒水边搅拌 先火成面絮 再揉成面团 把面和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醒面10分钟就可以了 无需发面 简单快速好吃 这个时候 我们把小葱切碎 切成葱花 放在盆里 10分钟以后 面团已经醒好了 在案板上面 刷上一层植物油 把面团取出 放在案板上 用手把面团按压拉伸 拉成薄薄的一个面片 然后均匀地撒上一层薄薄的食盐 再把准备好的小葱花也散开 撒好葱花以后 顺着一个边遮起面皮 最好遮得紧一些 遮成一个敞放条 注意收口朝下 然后再横着遮叠过来 用小刷子 把擀面杖上面 刷一点植物油 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薄片 我们取出电饼铛 通电加热 刷上一层植物油 把葱花饼放在电饼铛里面 盖上锅盖 30秒左右 就要掀开看一次 一面煎至金黄时 把面饼翻过来煎另一面 连面都煎至金黄 就可以出锅 我们把葱花饼切开 放在盘中 先让我们撕开一个葱花饼看一下 宝宝的葱花饼 外皮是酥脆的 里面一层一层的清晰可见 好了 这省时的酥脆葱花饼就做好了